殿堂籍天后徐晓凤 受刘德华周润发跪拜 梅艳芳唱她的歌改变人生 上世纪70年代 粤语歌机身主流流行音乐市场 男友许冠杰 女友徐晓凤 徐晓凤凭借一首黄瞻作词 顾家辉作曲的大亨为歌唱事业打开局面 两年后 18岁的梅艳芳唱着徐晓凤的风的季节 一举斩获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奖杯 说是两代中低音天后交接也毫不为过 十年后 梅艳芳在出道十周年演唱会上特地邀请徐晓凤同台 表达自己的感谢与敬意 在她看来 如果没有徐晓凤 自己不可能凭借一首歌改变一生 徐晓凤为后辈们树立了勤恳奋斗的榜样 她的歌曲不止歌唱小情小爱 也有许多振奋人心的励志之作 成为激励一代人不惧困难 力争上游的号角 2014年 刘德华在徐晓凤演唱会上 唱到兴起一个华贵直接拜倒在她面前 早在1987年 同样作为嘉宾登场的周润发一上台就给徐晓凤嗑了几个响头 同时表白道 你是我的偶像 如今已经73岁的徐晓凤 已经是乐坛顶尖的殿堂集天后 可自从告别前任廖辉之后 她的感情生活就一片空白 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歌唱上 世间热爱本就有千万种 谁又能说 坚持自我的徐晓凤过得不开心呢 她依旧歌声如酒 永远金光灿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